在食物饮料上的创意一直都独步全球 因此许多新奇古怪的口味在这里都能够找得到 如今就有一款在 造成抢购热潮 无糖无热量却也一样好喝的可口可乐纤维加 如今也终于在台湾上市了 这款可口可乐最独特的地方 除了号称无糖零热量之外 还添加了膳食纤维 重点是同样维持了可口可乐的经典味道 以前只能够到 购买的可口可乐纤维加 如今终于能够直接在台湾的便利商店买到了 许多网友喝完之后的感想就是 味道跟黑可乐一样 真的喝完马上跑厕所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喝 为了推广新口味 可口可乐也在全台多个地方展开了行动试影吧活动 以下就是活动的时间与地点 台北 2月22日到24日台北登节 3月16日到17日画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3月23日到24日新光 3月台北站前店 台中 4月5日到7日 Mitsui Outlet Park 台中港 台北 4月13日到14日为风中高 高雄 4月19日到21日汉神去弹购物广场 3月20日之后 8月15日 1日在其 Mystery